欢迎来到伊普语频道 在今天的课程中 我们将学习如何用葡萄牙语的para和por两个单字 首先我们将学习单字para的意思和概念 然后它在句子里的使用例句 然后por的意思和概念 以及它在句子里的使用例句 最后对这两个词进行比较 这样您就不会再忘记 如何以及何时使用它们了 希望您能看完本课才能得益处 首先我们来学para的用法 第一 para的用法是用在方向 目的地或是一个目的 例如这句话 是普语的我要去学校 在这句话里面 起点A要到目的地B 起点A是什么呢 在这句话里面就是 Iu Iu就是普语的我 因此起点A就是我所在的地点 我要到B目的地 在这句话里的B目的地是什么呢 就是 Escola Escola是普语的学校 例子2 是用在目的 比如说这句话 Eu estudo portugués para ir ao Brasil Eu estudo portugués para ir ao Brasil 我学 putoia语 是为了去巴西 在这句话里面 Eu estudo portugués para ir ao Brasil 在这里我们可以说 A就是 取动 取动 是因为什么 是要一个目的 目的在这里就是B A在这句话里面就是指 Eu estudo portugués 我学普语 是我的取动 B 目的 是什么呢 就是 Ir ao Brasil 去巴西 Liz San Eu comprei estas flores para você Eu comprei estas flores para você 我买了这些花 给你 在这句话里面 Eu comprei estas flores para você A就是 我的取动 在这句话里面 A就是 Eu comprei estas flores 我买了这些花 我的目的是什么 是要给你 所以 所以B 是我的目的 B在这句话里面就是 Você 你 所以在这里 Para 可以用在 目的 或是 送礼 送礼的对象 接下来我们来学 Bor这个借词的用法 在普语里面 Bor这个借词 是用来指 经过 或是 途径 某个地方 例子一 O voo pasa por Portugal O voo pasa por Portugal Hangpan 会途经 PuTaoYah Hangpan 会经过 PuTaoYah 例子二 O voo para a França Pasa Pela Espanya O voo para a França Pasa Pela Espanya 飞往 法国的 航班 经过 西班牙 在这里 我们可以看到 Por 为什么 变成 Pela 因为 Por 有 阴阳性 的变化 Espanya 是一个 阴性 名词 所以 Por 加 A 阴性 的定冠词 就组合了 变成 Pela 例子三 例子三 O tren Pasa Pela Cidade Gi Coimbra O tren Pasa Pela Cidade Gi Coimbra 火车 经过 Coimbra 城市 在这里 同样的 Por 会变成 Pela 是因为 Cidade 这个名词 是阴性 名词 例子 四 Oni Pasa Pasa Pela Cidade Oni Pasa Pela Cidade 公车 会经过 城市 在这里 也是用 Pela 因为 Cidade 这个名词 是 阴性 名词 Por 这个 借词 在 普语里面 也有 另外一种 用法 就是用在 某个地方 度过的时间 或是到某个地方 待的时间 例子 一 我 我在欧洲 待了两周 在这里 Por 这个借词 是指 在某个地方 停留的时间 当是要指 停留的时间 Por 没有阴阳性 变化 但是 同样一句话 指时间的 普文里面 也有第二种 说法 就是 EU FIQUEI NA EUROPA DUA SEMANAS EU FIQUEI NA EUROPA DUA SEMANAS 当我们用 来指 停留的时间 Por 可以省略掉 因此 我们学到的是 Por 在有时间的 去行里 这个借词 可以省略掉 Por 也可以用在 在某个地点 走走的意思 例子 一 我将会在巴西 旅行 在这句话里面 Pelo 它是指 走走的意思 另外 为什么Por 会变成Pelo 因为 BRAZIL 这个名词 是一个阳性名词 因此 Por 加 O 阳性 定贯词 组合后 就变成Pelo 例子2 EU VOU VIAJAR PELA EUROPA EU VOU VIAJAR PELA EUROPA 我将会在欧洲旅行 或是我将会在欧洲 走走 在这里 Por 是用来指走走的意思 另外 Por 会变成PELA 是因为EUROPA 这个单字 是一个阴性名词 因此 Por 加A 阴性定贯词 组合后 就变成PELA Por 也可以用来指交换的意思 例子 例子2 Por Você aceita trocar essa blusa branca por essa amarela? Você aceita trocar essa blusa branca por essa amarela? Ni 愿意将 这件白衬衫衫衫 换成这件黄衫衫吗? 在这里 Por 也是有 交换的意思 Por 当用在交换的时候 它也没有阴阳性的 变化 Por 的另外一种用法 就是用在 说价格的时候 例子2 Eu comprei esta calça por 70 reais Eu comprei esta calça por 70 reais Wohuala 七十块 pashibi Maila Zhejiang Kuzi Li 字 2 Eu paguei 320 reais por essa bolsa Eu paguei 320 reais por essa bolsa Wohuala 三百二十块 pashibi Maila Zhega Pau Z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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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r 是 Zhe 价格 的意思 Por 也有 另外一种用法 就是 用在 Zhe 原因的时候 例子1 Eu vou fazer i su por vos e Eu vou fazer i su por vos i 我会 为你 做 这个的 por 在这里 是指 一个原因 例子2 Eu fiz i su por vos e Eu fiz i su por vos e 我为你 做了 这件事 在这里 por 也是 指 一个原因 por 也有 另外一种用法 就是用在 指 透过的意思 我们来看看 我们来看看几个例子 在这里是指透过 por在这里变成 belo 也是因为 computador 这个名词是一个阳性名词 因此要用belo的变化 例子2 eu 我喜欢 我喜欢 透过应用程式看书 在这里 por 也是指透过的意思 透过 applicativo 就是普语的应用程式 另外 por 会变成 belos 因为 applicativo 这个名词 是一个阳性名词 它在这里 也是一个 复数的名词 因此 por 就会变成 belos 例子3 agenza di turismo eu comprei a passagen pela agenza di turismo 我是透过旅行社 买的票 今天我们在这个视频里学到的是para 它的用法是什么 从a一个点到b另外一个点 它也可以指方向目的地或是目的 我们也学到por的用法 por 它是指经过或是途经 也可以指在某个地方走走停留的时间 por也可以用在交换的时候 或是用在要说价格的时候 另外也用在要说原因的时候 或是说透过的时候 我们也学到para 它没有阴阳性的变化 但是por有时候有阴阳性的变化 和单负数的变化 优优独播屋